接下来有请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杭州 感谢大家参加淘宝的十周年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但是对我来讲 我期待这一天很多年了 最近一直在想 在这个会上跟所有的同事 朋友 网上 所有的合作伙伴 我应该说些什么 大家很奇怪 就像姑娘派的结婚 新娘子到了结婚这一天 除了会傻笑 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人 我其实在想 十年前的今天 是SARS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信心 大家不看好未来 阿里人 十几个年轻人 一起我们相信 十年以后的中国 会更好 十年以后 电子商务 会在中国 受更多人的关注 很多人会用 但我真没想到 十年以后 我们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十年 无数的人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了一个理想 为了一个坚持 走了十年 我一直在想 即使把今年阿里巴巴集团 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拿掉 我们还是值得 今生无悔 更何况 我们今天有了那么多朋友 那么多相信的人 那么多坚持的人 其实自己在想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 有了今天 是什么 让马云有了今天 我是没有理由成功的 阿里也没有理由成功 淘宝更没有理由成功 但我们今天 居然走了这么多年 依旧对未来充满理想 其实 我在想 是一种信任 在所有人不相信这个世界 所有人不相信未来 所有人不相信别人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相信 我们选择了信任 我们选择 十年以后的中国会更好 我们选择相信 我的同事会做的比我更好 我相信 中国的年轻人 会做的比我们更好 二十年以前也好 十年以前也好 我从没想过 我连自己都不一定相信自己 我特别感谢 我的同事信任了我 当CEO很难 但是 当CEO的员工更难 但是 我都没想过 所有在中国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缺乏信任的时代 但居然 你会从一个 你都没听见过的名字 文湘是女人这样的人上 付钱给他 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经过上千上百公里 通过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到了你手上 今天的中国 拥有信任 拥有相信 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 意味着在中国 有2400万个信任在流转着 在座 所有的阿里人 淘宝 小微金服的人 我特别为大家骄傲 今生跟大家做同事 下辈子 我们还是同事 因为是你们 让这个时代 看到了希望 在座 你们就像中国所有80后90后那样 你们在建立一种新的信任 这种信任 就让世界更开放 更透明 更陡的分享 更承担责任 我为你们感到驾驶